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本期节目由酷刑卫生巾的品类开创者苏菲赞助播出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音东机西》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那今天和我坐在一起的有两位 一位是我的合伙人Dian 估计大家也很熟悉了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邱杰 也是我的同事 如果你之前在《声音东机西》听过一期节目 讲一个女孩经历的战争与撤桥往事 那讲的就是邱杰在利比亚遇到当地内战 然后经历撤桥的这段经历 特别的有意思 那邱杰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邱杰 很高兴今天再次有机会参与《声音东机西》节目的录制 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由头 其实多多是好跟这个夏天刚刚过去的法国奥运会有关了 就是我们当时是特别喜欢女运动员的状态 就是他们的自信强大就不用去多说了 而且感觉一些之前施加于女性身上的羞耻啊 禁忌其实是在慢慢被打破的 因为我记得还挺清楚 像2016年的时候游泳运动员复员会 她有提到自己京七 当然就觉得哇就是这样公开的去提到京七的女运动员还是蛮少的 所以当时还引发了一轮讨论 但今年我感觉就是非常坦诚的去说 我比赛的时候不舒服 遇到京七的女性运动员就还蛮多了 就比方说像游泳队的张雨菲啊 跳水运动员陈雨昕啊 还有跨栏运动员吴燕妮 举重运动员罗诗芳 都比较坦诚的去谈 然后包括去谈自己遇到的一些身体上的困扰啊 问题啊等等等等 当时我们聊这个话题就觉得 其实有一些羞耻禁忌明明是不应该成为女性的束缚跟负担的 但是它可能一直存在 然后当我们愿意去大胆的去说出来 而不是避而不谈的话 它其实慢慢慢慢的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的荒谬所在 也能够慢慢慢慢把这种束缚从女性身上解除出来吧 然后能够更多的向前一步也好 或者更加自在也好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我们就是需要在大众面前一起来聊这个事情的原因所在吧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哈 就是能够想到的最早最早最早的关于羞耻的记忆是什么 我记得应该就是小时候我妈就会经常说我这个胖 其实我一点也不胖 她总会说我的这个腿长得像这个我爸爸他们家的这个女性的腿 就是没有像我妈妈他们家这个遗传下来特别纤细 就我从小就会觉得我的腿很粗 然后就是变成了我就经常不喜欢穿短裤啊 就经常想要穿长裤这样盖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吧 然后包括我自己可能是就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会每天会觉得我腿很粗 那我就要去跑步 经常会早上起来这个可能六点钟 我因为我是住校嘛 然后当很多的这个同学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这个去操场上这个狂跑好几圈 但是其实我又看到我当时的照片啊 我感觉我就是连90斤都没有 就是大概就90斤的海斤就一点都不胖 就这种可能有的时候家长强加给你的这种东西 你是现在才会会意识得到 它其实是不公平的对你来说 因为我为什么最近又想起这个事情来 是因为因为我现在也有孩子了嘛 然后这个我的宝宝他现在是两岁多 然后前两天就是在跟我妈这个在视频的时候 我娃在吃那种萨拉米 这个意大利香肠 意大利肠它有点咸 但是就我们就吃惯了 就特别还挺好吃的 然后因为我妈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咸 她就会想方设法的这个不让我孩子去吃 或者是影响我让我不让孩子去吃 然后她当时跟我讲的就是说 哎你看这个最近娃的脸都胖了 对你不要这样吃啊 这个你要你要继续吃下去 你就会变成一个胖小孩 然后我其实当时我就很生气 这个就是 引起了小时候的回忆 对对对 我说她一点都不胖 萨拉米其实是没有那么咸的 就是她也爱吃 然后你就让她自由去吃 你不要去限制她这么多 对就这种 刚刚你问到我们 就body shame这种东西 你刚刚问到我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我其实就是想到我小时候 可能上这个初中高中的一会儿 但是对于我是不是还有更早时间的这种回忆 然后我妈妈呢也不是一个很白的人 所以我从小生出来 我的肤色就比同龄的小孩看上去要生很多 那这个肤色其实从小长大给我带来蛮大的困扰的哈 因为我从小就有记忆开始 就因为肤色会被身边的小孩小朋友们取歪号 比如说他们会叫我像刚国人 刚国公主小黑妹或者小黑妮儿这种 所以我就从小其实是非常自卑的 因为这些歪号 甚至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年级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就是大家家长和孩子都认为公认她是一个 就是长相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我们在一块那个去滑梯上玩滑梯 然后当时我在她的后面 她往后退了一步踩到了我的脚 我甚至都不敢把我的脚抽回来 我就是只在那让她踩着 就是第一是她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自己自己就是极度自卑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甚至都不敢说 哎呀你踩到我了或者我疼了 或者是我把我的脚拿开 我就只在那让她继续踩着 家里面的话也是一直像我妈妈 她会一直跟我讲说女孩子一白折十丑 这个我妈也跟我说过 对对对 然后高中结束之后要去上大学的时候 我妈妈应该是听说 比如说像国外有些美白针 当时好像是流传说 麦克尔杰克逊去打了美白针什么的 因为我们那也不是一个大城市吗 是一个小地方 她就是听到有传言说 有一种美白针 打了这个针之后人会变白 所以她就到处就是去问这个药 在那个时候就想要给我打美白针 把我变白 她甚至还跟我讲说 她担心那个药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她说她会先给她自己打 她自己打完之后如果有效果 还挺好的她 就是有效果没问题了 然后再让我去打 但我感觉她主要的目的还是会觉得 希望我那种白白的美美的去进入到大学生活里面去 但是上了大学 当然美白针这个就没有打嘛 就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 一直到后来吧 我会发现好像这个皮肤颜色黑 也并不难看 我现在会觉得所有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不管她肤色深还是浅 不管她真的五官长得精致还是不精致 都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在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她就是好看的 她一定是好看的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会慢慢觉得我跟人家可能有些不同 就是我的肤色比较深 我也会稍微有点觉得这个不同 会让我觉得我自己还稍微有点点小酷酷的感觉 再加上在大学里面我们会参加一些社团 比如说像街舞社团呀 话剧社团呀这些 我自己就会感觉结合到我的一些兴趣点 然后我的这个肤色会给我带来 还挺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的 那再到后来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非常喜欢去户外去做运动 那这个肤色其实在我自己现在看来 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它跟我的兴趣和我长大了之后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能够带给我的一种对外展示的这个 我自己想要展示的我的形象 还是挺符合的 所以我会发现就是这种外貌的修持 从小的时候社会去评判你 旁人去评判你 家人去评判你 到你后来自己的慢慢去感受 然后自己去改变自己心理的接纳的程度 到现在其实是还是可以比较自信和自洽的 去接纳自己的 其实你之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这姑娘看起来好好酷呀 因为肤色深深的 个子高高的又很苗条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酷的女孩的感觉 就不曾想是曾经要被去拉 拉去打美白针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后来我接触你了之后 我的确感觉到就是你的性格当中有跟你的酷酷的外表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可能就的确就是小的时候留下的 有一些反差 对我也是曾经被这个我妈说 因为她自己做了这个龙鼻的手术 所以在我这个要上大学之前可能跟秋节类似 然后还说哎你要不要去把你鼻子也做一下 然后我后面肯定还是选择不做 但是后面可能这很多我们的听众知道 我的先生是这个一个老外 然后他们的鼻子是非常非常高的嘛 所以她其实自己也有一种羞耻感 因为她这个就会觉得自己太高了 然后经常想要去做这个缩鼻手术 啊会傻 真的吗 会傻 因为他们来说就鼻子高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东西 但她这个额外的比别人就稍微再高一点点 她就会觉得小鼻子好看 她所以看我是非常美的 她觉得自己是太高了 然后她觉得自己是挺自卑的 所以说就是还是原生家庭给你的这种 就第一的这种标签呀 或者对你的一些评价是特别特别 让你会有起码在人生的前二三十年 可能都会有一些阴影的 对你自我的认知上面 对对对 陶老师你自己呢 我啊我现在能够就我拼命拼命想 我有记忆以来的那个羞耻是啥 是应该去上幼儿园之前 应该可能就是八月底 差不多就这个时候了 然后我要去上幼儿园了 我很开心 但是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 就还是比较久远的时代 然后我应该是作为一个小孩 我在光着膀子晃荡来晃荡去 然后我忘记是我爸爸还是其他的一个什么长辈 也说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就不能这样子了 但是男孩子还是可以光着膀子的 女孩子就不可以了 感觉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 他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对于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这个教育和标准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后来对我有看到一些书里面 包括一些调研报告里面 他有讲到就是 犹豫传统教育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区别 使得男孩子他可能会更加容易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更加愿意去冒险 但是女孩子他可能会对于确定性 对于做一件事情的完美度 他的要求和评判标准会比男孩子会更高一些 可能这也是导致了后来 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 在职场里面在家庭里面 会发现我们对于羞耻感 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的冒险的程度 男性女性会还挺不一样的 对对这个挺对的 然后就是如果要再进一步 就要开始掉书袋了 就是的确看过一本书 其实是讲羞耻的 他是一个美国的学者 叫做彼得斯特恩斯 他其实有去那个特别较真的 就是说这个羞耻的情感跟心理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 然后就发现 他其实的确不是与生俱来的 就像愤怒或者是生气伤心 他好像是我们小婴儿时候 可能就会都已经有出现的 这种一种情感 但是羞耻这种小婴儿 尿裤子啊什么 他就没有羞耻感嘛 基本上是到那个两岁三岁的时候 然后开始进行儒策训练啊 就这种的时候 开始有规训 有父母亲教导的时候 然后羞耻感会产生了 就包括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我光着膀子 父母亲就说 那个你女孩子不能光膀子啦 或者是有小男孩尿尿尿在外面了 可能父母亲也会说 羞羞呀 你怎么又尿到外面了 所以这种的确是一种社会规训 社会规则教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讲的接下来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他是说 其实羞耻这种情感 是在人的狩猎采集阶段 其实没有那么强烈 就我们也可以想想可能就是 大家开开心心的去采集野果打猎啊什么 可能关于羞耻的禁忌没有这么多 只是围着兽皮 对对对 但进入到农耕社会之后 就是他是采拿了很多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 就发现进入到农耕社会之后 这个羞耻的情绪就被放大了 而且他是被用作一种工具的 然后他说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农耕社会 它的发展村庄就越来越大 然后彼此的协作就越来越的复杂 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规则 但并不是所有规则的实施 都能够用那种暴力 说你不听话 我们就把你揍一动 或者把你杀死之类的 就太暴力了 会损失劳动力之类的 所以他们需要一种更加软性的惩罚 然后这种惩罚就是 你这个人太丢人了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丢人 所以就羞耻就作为一种情感的利用 相当于变成了一个惩罚的规则 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就是一种规训的工具 它是跟暴力的刑罚一样 然后更进一步 就是邱姐刚刚也会说 好像对女性的这种规则 要比男性更多 这个学者他也有提到 他说就是因为进入到农耕社会之后 父权制建立起来之后 父权制的这个男性的精英群体 他其实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财产 维持自己财产的传宗接代 他是需要把女性 当成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的 他要保证这个女性是癥结的 没有跟其他的男性在一起就留下后代 他才可以这么传宗接代嘛 所以他对女性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要求他争洁 要求他服从 如果不这样的话 他可能就会用暴力 所以关于女性 其实就是的确 待会我们可以一个个挑出来看一看 或者是我们在讲例子的时候 也可以看就很多的规则 就男性那边不具有的规则 但在女性这边要求很多的 其实就跟癥结啊 跟服从啊 然后跟容易被男性所掌控 或者是要讨男性欢心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个 就有点像白兽幼嘛 所以就是可能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很多从幼儿园小学阶段 就是女孩子会觉得羞耻的事情 可能都跟这个有关系 就比方说刚刚我们说到的 因为胖胖的就感觉不好 或者是你没有穿着的 很符合规范 它就是不好的 小女孩就会感到羞耻 哦 还有一点是那个 女孩子不能够太雄便 你不能够太 对 就这也是我小时候觉得 感觉被压抑的一点 是因为你太雄便了 然后被 被说了 对啊 是啊 就是因为其实等到 到青春期的时候 你的视野一下子扩大了嘛 你读很多书 你看很多东西 你就忍不住是有自己的观点 你就想要去 去谈论一些 或者你看到不同的观点 你就会去说 我有不一样的观点 然后这个放在男孩子身上 会觉得哇 这个男孩子有思想 是那个雄便的 然后女孩子在说的时候 我就被有教说 女孩子 你要少争辩 还说过说 你不要那么多多逼人 但我觉得就是男生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就是知识面广泛 然后更加雄便 然后更加有思想的表现 但在女孩子身上 就未必成了一个好事 但我觉得 说不定听了这期节目 会跟你说 其实如果你是个男孩的话 我也会同样 因为枪打出头鸟啊 不要喝力击 说不定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讲一下我的这个 我觉得前些年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案例吧 就在社交媒体上面 其实遭到了大家很多的这些 反对声音很多吧 就是美国某一个这个 女性的护理业的品牌 就它出了一个这种 针对于青少年的 这样的一个复现的品牌 然后它就主打了这个 它的市场的话术 就是说啊 这个你在经期的时候啊 就不要有各种异味影响到你啊 你一定要香香的呀 其实就很多这种 可能专业的这个医生 就会出来说 如果你有任何的这种异味 你其实应该是去 直接去看医生的 然后否则可能正常的这些味道 你拿清水洗一洗就够了 所以对这个商家 然后对这个品牌 其实大家后面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用了这种 可能就body shame 对你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羞耻 羞耻感 然后用来去去去PUA你 然后想要做做这个青少年 这样子的这条线的这个生意 对 当然我觉得最后被大家发现了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marketing的话术 可能也会警醒到青少年 其实是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这个味道 去做更多的担心的 对对对 说到这个 其实感觉好像在我们更加小一点的时候 就现在我感觉可能女生好了 但更小一点的时候 你如果拿着卫生巾 去洗手间的话 你是要拿一个小包 把它装起来 不要被别人看见 然后你也不要在别人面前谈论它 可能这些都的确成为了一个禁忌 然后会让女生觉得月经真的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啊 谈都不能谈 对 但是你觉得现在我们就很很自由的在谈他们 我们这个会直接就是很自然的拿在手里 然后直接上厕所 好像倒也没有 会比以前好一些 好很多 对 因为我印象中 有一次非常尴尬的经历 是我爸爸带我出去跟他的朋友去吃饭 然后那一桌其实都是叔叔 那天我刚好是在京西 然后他的那个量也比较大 所以在他们其实吃饭喝酒的过程中 我在那坐已经是如坐针扎 就是不是很舒适了 然后大家要撤离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我的凳子上什么裤子上 全都是就是露出来的这个筋血 然后我就很尴尬 但是一帮又都是叔叔 甚至我觉得在我小时候 我连我的父亲 我可能对他跟他之间 在沟通这件事情上 都是很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是等到他们所有人都出去之后 我就面对着他们走 当然我背后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 发生什么了 我当时已经确实是没有办法去顾及了 但我只是想说 就是我爸爸还有他的这帮 一起的这吃饭的叔叔们 可能不要知道我这么尴尬的事情 然后上车之后他们先上 我就最后一个坐在最边上的位置 我也不敢使劲坐 因为我怕把那个座位也硬上 然后到我家之后 我是先下车的 那个车还会继续去送他们 我下车了之后 我就立刻面对他们 然后边往后退 边说叔叔再见 爸爸再见 这样边往后退 也不敢让他们看到 我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等那个车走了之后 我就疯狂的跑回家换东西 对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我会感觉 每次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因为你很难把控 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会不会就是印到裤子上 或者下面的座位上 我可能都会去记得 带一件长袖的那个小衬衣 如果我的裤子上印上东西了 我可能会把它 就就及时的系在腰上 把它整个遮挡一下 对 这个东西 就一件小衬衣 是我后来的日常 经期里面必备的一个东西 对 这就还是羞耻感 就是 我确实是在西方看到 会有人就是 这个我就落了 这就是我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状态 那我可能就 我裤子我也不换了 我就是大大包包 我就自然而然的 我就是在这 我该干嘛干嘛 对 但是可能这个坎儿 我觉得我自己也 其实也没有能够过去 就我可能还是会避免 比如说是在近期的时候 我穿一个白色的裤子 我肯定还是不会穿的 我感觉我也没有克服 克服不了 对 因为我这个 其实在当时准备那个 生孩子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备产包嘛 这个我不知道 涛老师有没有经验 这个秋节是没经验的 对 然后我就做了很多这个research 但是其实其中一个就是 因为在生完娃的时候 其实是可能量会很大 所以是需要去买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像宝宝的尿布湿的 这种感觉的东西 但是在美国 其实是不像咱们国内这么 就品类这么多 然后又像咱们国内的 像这个苏菲的安心库 这样子的东西 在美国其实没有 只是有一些是为这种 可能生病了这样的人 他去准备的 就这种东西 我买回来之后 成人之后 对对对 然后我老公其实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他也没有做更多的 这些个调研 他是觉得 你买了这个东西 难道是因为 你现在可能有一些 什么问题吗 然后这个 我要带你去看医生 我就会觉得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 也不能说是羞耻吧 但是可能会被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就没到羞耻 但是可能也往那个方向 再走了 就觉得 这个女性的 这样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她们不能做 更多的一些调研 去理解我们 然后整个在过程当中 做更多的这种支持 然后后面其实 当然医院了 其实是提供了好多东西 然后包括他们提供了 像一些什么这种 这种网状的 这个裤子啊什么 然后后面我发现 其实是在 生完孩子之后 我跟这个 生完孩子之前的 这种精血的这个量 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以前 其实特别幸运 我是在晚上完全 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需要去穿 一个什么夜用的 晚上完全没有 ZERO 那你太幸运了 特别开心 对就早上才会有 对然后后面发现 生完娃之后 这个前面几天 这个量就特别特别恐怖 然后后面我发现 这个在国内 也是有安心库的 这样子的一种产品 然后我就买了很多 就跟宝宝的 这个止尿库一样 所以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好用 其实我有一直有一个 不是特别明白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 来月经的女性 就是在古代 而且是在不同地方 都会认为是不洁的 对 就是包括就是来月经 如果你在来月经的时候 可能以某些仪式 你都不能参加呀 或者什么的 就这个是一直 我不太能够明白 这个不知道 也是一种迷信了 对 他我觉得这个就是 首先就是贬低了女性的 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 我这话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不是去年开始 非常痴迷于 就是关注苔藓嘛 去学跟苔藓相关的 很多东西 然后我看有一本书里面 是讲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 一些原始部落里面 那个苔藓是会被用来 作为女性的 那个卫生巾来用的 就在女性经期的时候 因为苔藓它 它有一定的吸水的作用 然后有一些藓种 苔藓的藓种 它是那种相对来说 比较软和的这种状态 而且它互相可以连接起来 所以它就是可以 铺成一片一片的 所以呢 在有些部落里面 这个苔藓是会被作为 在女性经期时候 使用的一个产品 一个工具吧 对 那有的这种部落里面 他们会认为 女性在经期的时候 是具备比较强大的能量的 所以他们会需要 在经期的时候 集中去去到一个 印象中好像叫做 月亮屋的一个场所 然后在那个屋子里面 其实地下就铺满了 已经提前 为他们准备好的 这个苔藓的垫子 然后女性会在这个 小屋子里面 去度过她的经期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在哪个部落 他是在南美 还是在什么 我刚查到了 其实是北欧和美洲的原住民 是在古代的社会 然后是用苔藓 作为近期护理用品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对 然后而且这个苔藓 还有抗军性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很好的marketing的idea 添加了苔藓成分 对 是 像苔藓呵护大地一样 呵护女性 职场中的女性 总是面临着诸多的顾虑 特别是每个月的胜利期 不仅身心 需要接受双重的挑战 而且卫生巾的使用 也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那像是我自己 有时候出差连周转 忙起来的时候 四五个小时都在路上 根本没有时间换卫生巾 量大 很容易就侧漏了 我也尝试过 用夜用的家常版 可是在舒适度上 会大打折扣 回归之后呢 我才知道 有这种晚上睡觉的时候 穿的安心裤 那因为我白天量也比较大 所以白天的时候也会穿 可是在外面换起来呢 的确是不太方便 直到朋友给我推荐了 这款苏菲早安裤 用过之后啊 觉得它确实是一款 能够帮助女性 应对经期职场的提心产品 其实苏菲呢 本来就是 酷型卫生巾行业的引领者 她推出了市面上的 第一款夜用安心裤 全模糊的设计 不仅让女性经期的夜晚 各加安心 而且也不用担心 侧漏和后漏 睡觉的时候 也更加安心和自由 并且品牌还发现 日常生活中呢 有大量的用户 白天也会穿夜用安心裤 但对于职场当中 有着穿着要求的女性来说 传统的安心裤 白天穿托的确是不太方便 于是啊 苏菲在夜用安心裤的基础上 又率先推出了一款 专门方便白天穿托的 苏菲早安裤 相比于夜用安心裤 早安裤的裤身两边 创新设计了一对省力腰贴 简单丝不 白天出门在外 也能够轻松更换 便捷的穿托设计 让女性白天的经济生活 也可以更加安心 更加自由 苏菲在挖掘洞察 满足女性经济需求的道路上 一直在持续地做创新和突破 也希望今天在听节目的 各位女性朋友们 即使在生理期 也可以在苏菲的陪伴下 让自己更加舒适和自由 生理期白天就穿苏菲早安裤 不脱外裤 轻松更换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之后 其实进入职场之后 很多我们刚刚说的 那些还是会存在在职场上 我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职场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 就是感觉好像比起男性同事而言 更加速手速脚的 更加会容易感到羞耻的地方 我自己的感受是 它当然不是一年一年比一年好 但是它是一个阶段 比另外一个阶段更好 比如说我现在再去回想 我小时候的这种羞耻感 以及大家对于我们刚讲的一些 跟女性身体特征 或者是跟女性生理特征相关的一些 就旁人的或者社会规训的 这个眼光和自己的感受 其实现在来看是好很多的 我不往前倒太多吧 就比如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去利比亚 去做一个工程的翻译 然后在这个工程上 它其实是一个国企 国企的话 它其实就是权力等级 会划分的非常明确 比如说我们在那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最大的是书籍 然后书籍完了之后 会有我们的局长 然后再有什么主任呀 副主任呀 这种一级一级划分下来 那像我们这种翻译 其实是在这个结构里面 是最底层的一层了 然后我印象中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这种项目 其实是男孩子比较多嘛 然后女生是非常少的 那特别是像我这种刚毕业 我跟我同学去 当时的这个大学同学 一块去的这个项目上 我们两个这种单身女性 在当时的那个基地上 可能不超过五个人吧 整体的女孩子 可能十几个二十多个人 剩下的都是跟着自己的老公 丈夫一块去到这个项目上 对 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 单身的年轻的女孩子 是非常少的 那去了之后 因为是我第一份工作嘛 所以有的时候 我还是会比较在意 自己的外表的 比如说我会 希望自己是整洁的 看起来是比较利索干净的这种 然后有时候 也会穿一些 自己很喜欢的衣服 但是后来 我就有被我们 这个项目上的一个 一个男孩子提醒 他当然是出于好心了 他就会告诉我说 你一个单身女孩子 在这种男性多的项目里面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漂亮 不要穿得太招人注意 他会提醒我 就是尽量去多穿一穿 我们大家发的那个灰色 一身灰的那个工作服工装 当然他的出发点 还是想要保护我的 这种状态 因为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 其实男性居多 然后很多男性 他们自己 又不带着妻子出来 就是自己一个人 在这个项目上 然后这种项目 基本上是一年休一次假 一次是一个月 可以回国探亲 所以对于很多男性来说 可能是 是比较孤独的吧 在这种环境里面 那对于单身女孩子来说 他就会觉得 我会需要 有意识地保护好自己 那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方式 就是让自己 不要被别人看到 是漂亮的 是 或者是能够让他们 觉察到性别差异的 对对对 让人家引起对方注意的 对所以 后来我当然 因为当时是刚出社会嘛 就20岁刚出头的样子 其实 是有点害怕的 所以他提醒我了之后 我还是 比较注意 我后面就基本上都穿 我们那个发的工装 但是后来有一次去听到 一些讲座的 就是谈论女性话题的节目时候 他其实会讲说 你去看中东国家 他们很多女性 甚至把自己用袍子包到 只剩一双眼睛 甚至连眼睛都不露的 这种状态下 难道他们的这个社会里面 就没有强奸犯 没有性骚扰了吗 所以后来我才明白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穿成什么样 别人就不会有人对你做出 这种比较出格的行为 他其实是在这种权力结构下 不管你怎么做 他可能都是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对 声动机器刚好做了一期节目 是讲把性骚扰案 告到最高法院 所以刚刚你说的 这个是权力结构下 会发生的一种行为 而不是因为女性招来的这种 就是这个也是 最高法院的法律当中 不断不断地再去辩论 然后要厘清界限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是一种隐形的荡妇羞辱 然后荡妇羞辱能够出现 其实也跟刚刚说的 就是在父权社会下 认为你更加温顺的 性方面更加忠贞的 更加贞洁的才是好的 然后你但凡是跟这个规则不一样的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荡妇 或者就是之前有骂人骂的 很难听的 你搞破血压这种 其实都是在这个方面来进行羞辱 然后包括我们 就是声动机器刚做的 这期节目当中 的确也有女性受害人 遭遇到性骚扰 然后男性的这个施害者 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 是特意找到了证人 来证明说这个女孩子 有时候穿紧身裤呀 然后可能那个衣服稍微紧身一些呀 穿短裙呀 就用这种来进行荡妇羞辱 这个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了 包括现在可能身边也会听到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一听到这种就要紧急 就是这种父权之事会下荡妇羞辱的 很典型的用法 对的 要紧绝起来 对 然后我觉得职场上面 也不光是职场啦 就很多职业可能会对女性的要求 也是你得表现出来 更加的顺从 更加的温柔 所以之前有一些看法是说 女性更加适合做秘书 更加适合做那个幼儿园老师 然后其实都是在这种父权制结构下 认为女性就应该承担这样子的服务别人 然后教育后代的职责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电影像Hidden Figure 其实就是当女性想要做一些 跟传统的男性想象当中不一样的职业的时候 了不起的麦斯尔夫人 对对对 男性就会觉得冒犯了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也有看到那种 可能同性给一些女性施加的一些羞耻感 就比如说最近其实是看到很多小红书上面 甚至有一些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 就是这种 就有一些女性她觉得我可能是为了 可能孩子的更加健康 我愿意去这个自然分娩呀 我愿意去这个可能 尽可能的不去用一些这种麻醉的 药品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孩子可能在30周就生下来 然后甚至是不太愿意去让他这个完全的这个发育成 发育好 然后把直接这个提前的抛妇产生下来 然后大家是觉得这样其实是对的 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把自己放成一个优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自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不管是苗条啊 还是对自己的健康要负责 但这个孩子生下来怎么样 我可能是这个第二优先级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一种的态度 其实还受到蛮多的年轻女性的这样子的这个欢迎的 对 其实把这个可能为了孩子的这个健康 为孩子来着想 这样子的一些女性是给她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或者对她们一些这个这个羞耻 所以去shame她们 我觉得最核心的女性的权益就是我能够选择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攻击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价值选择 他们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生的选择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点 我觉得这个的确就跟刚刚说的羞辱 它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下大众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遵守某些规范 如果不遵守 我就来惩罚你的这种工具 软性的惩罚工具是一样的 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因为网络 所以你迅速可以聚集一堆 类似于跟你有同样观念的人 然后这些同样观念的人就觉得 那我的这些观念它就是个规则 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规则 那我就可以用软性的这种东西来惩罚你 但这个就造成了一种悖论 就是你也有这么一堆观念一样的人 我也有这么观念一样的人 我们都可以互相用这种羞辱的手段 来羞辱对方 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 怎么网上又互相吵起来了 打起来了互相羞辱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包括还有一个 我前段时间看到的是 上海有一个三胎家庭 它在跟一个西班牙博主连线的时候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女孩子 她在那生了两三个孩子 也是就是状态还蛮好的 然后上海这个叔叔就告诉他 就说千万不要回国 因为他在上海他有三个孩子 他时刻他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 都能感觉到周围人对他们的这个 就很嫌他们麻烦 就你们家怎么生仨呀 然后坐车也是坐飞机也是 然后大家坐地铁也是 大家对他们投来的 其实都是很嫌弃的目光 使得他跟他妻子 其实就是会有那种羞耻感 然后包括对小孩子造成的这个影响 也不是很好 这个韩国特别明显 就韩国其实很多地方 它是不让孩子进的 就是不让有带孩子的家庭进的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个 一个圈大家可以去去查一下 对就非常不友好 就因为整个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亚洲的 Charles 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风气 对啊 这是这个就是可羞耻的东西 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 我们还过不过了 是啊 生了孩子也羞耻 不生孩子也羞耻 生多了也羞耻 生多了也羞耻 然后职场妈妈工作做好了 别人可能会质疑 你妈妈有没有当好 但如果是花更多时间在孩子身上 可能又有人说 你自己又会羞耻 说自己是不是没有向前一步 把工作 自己的工作给照顾 这个咱俩可以有发言权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小儿在你脑子里说这样的话吗 说哎 这个今天好像因为孩子 我又不能花更多的时间 在工作上面 肯定有呀 就是 对这个这个绝对会出现 而且特别是当你第一次成为妈妈 第一次要去兼顾工作和小孩 然后第一次有这么多挑战 要面临的时候 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说哎呀 我好愧疚呀 我没有花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或者花了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很愧疚 哎呀 我真是对不起我的同事们呀 我居然就这个事情没有做得更多 而且你心好像就是特别容易责怪自己 但是打烟你现在因为小孩还小 你的愧疚感受就会更多一点 肯定是有的 就比如说是每次晚上 其实现在他已经长大了 其实爸爸是可以这个去讲故事啊 带他洗澡啊 去睡觉了 所以晚上我其实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 来跟大家开会啊 来工作的 这个之前其实是 大家知道我会把我的大概可能 我从晚上的七点到 这个九点的时间 我会block掉 就是国内最早上的 大家开会开的最多的这个时间 对 就那肯定就像刚才我这个 其实给他只讲了一个故事 我就要过来跟大家来来录节目 他也会说 妈妈我不想你去工作 你为什么这个老在工作呀 他基本上就是每天我要中年离开 他都会这样跟我讲 但是这个其实我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我也会把这个平衡做好 对吧 就我可能就是在跟他玩的时候 我还是试着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跟他玩 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会试着全心全意的 就不会去想太多孩子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在这个中国美国两边跑嘛 就每次在从一个国家再离开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我说哎呀我又 这个我这一段时间要放弃家庭了 或者这段时间我要放弃工作了 我总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拷问 对我就觉得总是会对不起一方 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 好难哪 我感觉男性好像的确会心理负担更小一点 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希望就的确是工作为主 对所以我就是试着就是让爸爸去承担更多的养育孩子的责任 比如睡觉之前为什么一定是妈妈去带他洪睡嘛 对吧 他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孩子也会跟他的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关系啊 或者他们的这个亲密款会更强的是一个正向的联系 就并不是所有东西要都是跟妈妈联系在一起 所以女性真的好难啊 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做任何一种决策都会有 要不就是男性来给你施加羞耻压力 或者就是跟你观点不同的另一帮人给你施加羞耻压力 就当女性太难了 我记得之前哪一位比较有名的KOL结婚了 还被很多人去骂为婚侣 就自己结婚 就是结婚也成了一个罪 然后不结婚呢 现在就是美国像更加右翼一些的 也会说不结婚的人是childless cat lady 没有孩子的猫咪女士 这也是一种羞辱 前段时间我应该是看到那个 有好一些男性就站出来说 Taylor Swift不是应该成为年轻女孩子的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他dating过 就是他约会过好多好多人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孩子 所以他是 他不能够成为年轻女孩子的楷模 所以你说一个女性 结婚也不是 不结婚也不是 那个谈恋爱也不是 不谈恋爱也不是 不谈恋爱就是圣女 谈恋爱的话就是滥交 哇天哪 女生太难了 对我今天早上听广播 是不是有可能他的这个运动员男友会 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向他求婚 这是一个题外话了 好的 说他肯定会把这个婚前协议签好 因为他自己的身家比他男友要高很多 这个身家的问题 我觉得进入到职场之后 女性还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方说很羞于谈钱 很羞于去谈生殖 然后这个可能也跟之前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女性传统的有关 因为你得服从嘛 你得乖嘛 你得温顺嘛 你就怎么就去谈钱了 你怎么还跟就是男性去要掰吃这些事 他就不温顺 他就不乖 就不是一个被支配的角色 对 我觉得很多女性是挺羞耻于谈这些事的 所以也会看到在数据上面 会发现女性的平均工资 其实是要低于男性 对 所以大家要恋恋 该谈就谈 对 不要不敢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然后也要积极地去宣扬自己的工作成果 也要积极地去参与到团队竞争中 去为自己争取自己的权益吧 对 但就是这种沟通当中 女性天然的会 就还是还是那个成就结构带来的一种羞耻感 或者是不安感吧 就比方说你去非常勇敢的去谈钱这个事情了 或者你作为一个leader领导人物 女性你表现的比较的强硬 可能就会被说啊 你怎么这么苛刻 这个这个女的又到更年期了吧 就是怎么这么强势 但如果女性她是在表现的温柔啊什么 要不就是可能你的经济上面受损失 要不就会被其他的男性说 你看我就说女的她不够强硬吧 没有决断力吧 所以其实很经常也会有这种两难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在职场上对女性的一种束缚了 我觉得对那个女性职场影响还蛮重的 另外一个羞耻感是关于犯错的羞耻感 因为我的确会感觉就是男性对于犯错 不会像女性这么紧张 就像那个谁啊 那个明星叫谁说犯了男人都能犯的错误 就轻易地被原谅掉了 包括那个男明星比方说有了外遇啊之类的 就很容易可能谴责了一证之后 反而是小三或者是那个他的脚踏两只船的 这两位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 但男性轻易地就逃出去了 这个不光是在明星身上 可能那个在职场上面 男性如果犯了错 好像的确给的机会更多 女性犯了错之后的确好像 一个是女性自己就如临大敌 觉得哎呀不行了 就是我怎么能够犯这样的错误 另外一个好像的确会对女性更加的苛刻一些 包括那个很多成语讲的 浪子回头 对浪子回头 金不换 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浪子回头 那你说浪女呢 可以回头吗 浪女是不是就要被 就变成破鞋了吗 对对 然后你说那个就是 可能当女性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整个社会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可能要能够包容的一种 女性的形象是 她曾经犯过错误 就不管这个错误 她是怎么样吧 她犯过错误 就我又举一个例子 就比方说政治人物 作为政治人物像希拉里 那个哈里斯亚这样的人物 她肯定是犯过错误的 她肯定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她是有算计的 她是她不是一个小白花 但她依然可以成为权力的最高峰 就是我们得要能够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像特朗普 她有各种各样的错误 她依然是可以当总统 对不对 然后之前的总统 克林顿 她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她依然是个政治人物 然后女性 我希望可以看到说 女性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她依然是 依然是可以克服很多东西 最后走到一个高点 这样的女性出现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进步吧 就不能够期望女性 只有小白花 只有圣母才能够获得 就是各种各样的荣耀 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可能就是的确 女性的心理压力也会少一些 然后人际关系 可能其实也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因为这种的羞耻感啊 肯定会在 就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就没了 那无论是从我们自己而言 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样的羞耻 然后做得更好呢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是 因为我其实在来生动活泼之前 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嘛 我从互联网大厂出来之后 其实我会给自己一个 比较明确的心理暗示也好 或者是我会去训练自己的一个思维习惯 就是我会尽量减少用别人的价值 评判体系来套用在自己身上 来评判自己 那我会希望我能够自己构建出来 自己的适合我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 也就是说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是开心的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是舒适的 我今天化不化妆 或者是化什么样的妆 我自己是我愿意的 我跟什么样的人交流 跟什么样的人一块共事 是我自己内心里面觉得是愉悦的 那我会尽量的去少用社会的标准 或者是他人的旁人的标准 来衡量我自己 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 什么样的工作是不好的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适合你这个年龄的 我都不会去再去把自己放到这些评价体系里面 而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我自己的内心 是否真的足够舒适足够自洽足够平和 所以对于我来说从思维上的转变 这个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第二点 我其实是想表达一下 我会觉得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境 其实比早些年要好很多 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很多 比如说我要去换个卫生巾 或者是有一些在生理期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点羞耻感 但是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环境里面 女孩子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这些女孩子其实都很优秀 这些女生都很优秀 她们有着很好的教育背景 然后她们非常的自信 专业度也很高 她们也都非常的努力 那在工作中呢 她们的能力和状态 都是有非常棒的表现的 所以我会觉得女孩子在自信上 在职场里面的 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些大部分的羞耻感上 其实都是在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的 那对于男孩子这边 我也会发现我身边的 特别是80后的这样子的男孩子 他们可能对于知道 比如说坐在我旁边的男生 他发现我今天不太舒服 或者状态不太好 他可能就会知道 我是不是生理期了 他可能就会就是非常友好的来照顾我一下 或者是说我们一块出差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走夜路的时候 这些同事们对女孩子的 这个保护的意识 也会慢慢的能感受到一些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女孩子姐妹们 或许有这方面困扰的女孩子姐妹们 大家可以 或许可以放心的大胆的 给自己多一些的勇气 去尝试走出来 去释放掉那些束缚 自己的这种羞耻感 然后去感受一下 自己可能去探 可以探索到的更多的可能性吧 打烟你呢 我还是觉得 其实就还是要做自己 就跟秋杰说的 其实也比较类似了 就是在 不管是任何环境当中 还是需要找到 自己想要什么 就不太需要 被整个社会的这种 narrative 怎么样 就是这个社会的 这个话语体系 给给束缚到自己 不管你选择 你是做这个独立女性 你是想生娃不生娃 你想结婚不结婚 我觉得自己想清楚 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领域 都会有非常成功的 这种role model 你都可以去学习去借鉴 其实我都觉得 我自己其实是 感觉已经是 比较愿意去 这个out spoken 比较愿意去 直接的去 说出来 然后或者是 遭到一些这种 可能羞耻感 或者是我不认同的 一些这种话语 或者是一些这种评论 但是我前段时间 其实是跟大家也分享过 我们在公司内部 是去到一个这样 聚会上面 其实很多有 有很多男性在这 都是这种 这个创业者 是这个圈子里的 然后我是很意外的 这个男性 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下面 他会说 在有新的这个参加的人 就是也是男性 加入到我们 这个集会当中来的时候 他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是说 你是想坐在 哪个美女的旁边 我是觉得 massively 就非常大的 被这个 冒犯了 冒犯到 对 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 做出任何的这个反应的 我没有说 我只是听到了 对 但是他还有第二次 在第二个男性参与者 又进来到我们的聚会的时候 他又说了一遍这样的话 我其实就是没有 说直面跟他起冲突 但是我说了一句 这个有点不政治不正确吧 后面他就没有再说了 所以我希望也是可能在 有这样的场合 或者这样的情况下面 大家就直面的会去说出来 自己心里觉得这个被羞耻到了 或者不愉快 或者被冒犯到了这样的情况 对 不要压抑自己 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被社会 被这种原生家庭 然后被整个规训出来了 但是你要去意识到 然后要去表达 我觉得可能才会慢慢的才会变好 对对 要表达出来也是我们做这期播客 很主要的一个动因吧 那我这边我感觉 就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社会动物嘛 而且我们不断地在被归训 已经归训了 可能少则十几年 我们有这么年轻的听众哈 然后多则可能像我一样 就是四十多年 甚至比我更大 五十多年六十多年都有的 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 就特别是看完那本书之后 给我一个特别大的 想法上的改变是 原来其实很多规则 它是农业时代 留下来的权力结构下的东西 无论是你白兽幼 还是脚要纤细和小才是美的 我们为什么到现代这个社会 还需要用农业社会的这些东西 来压抑我们自己 或者你的胳膊粗 你就不能够穿那个无袖 或者是你就是凶大凶小 你会很害羞很难受 这全都是过时的规则 在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惩罚跟权力 所以我感觉就的确 但凡我们出现这种羞耻感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辨别一下 就看它的确是不是 是就像刚刚说的 它是对女性的一种 争洁的要求 是不是对女性的一种服从的要求 甚至我觉得男性感到羞耻的时候 也可以想一想 因为比方说有的那个 就是很讨厌的那种企业文化当中 会去说你到底就有没有狼性 你怎么这么娘娘腔 就这肯定也是一个很过时的社会规范 我觉得无论是男性跟女性 都可以去识别这种羞耻文化当中 这种的信号 然后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就知道羞耻其实是不正当的 施加在我们身上的 这种软性的暴力跟惩罚 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就但凡你没有伤天害理 但凡你没有违反 这个整个社会的公益 为什么要把这个羞愧的 施加在我们的身上 按理来说羞愧 如果它真正是一个 使得社会跟集体有凝聚力 它就应该惩罚那些 对社会产生整体危害的人 他们应该感到羞愧 就比方说贪污的人 或者伤害了其他幼小的人 他们应该羞愧 对女性性骚扰的人 你应该感到羞愧 你性骚扰到人家 都辞去了工作的人 你应该感到羞愧 羞愧的不应该是 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损害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可能是可以 以后我们感到羞愧感的时候 的一条准则 就是我们不应该惩罚自己 我们没有伤害到社会 我们就不应该感到羞愧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的确是 我期待有更多的女性的 强大的role model出现吧 形象出现 因为当只有这样 更多的女性形象出现 比方说像复员会 公开场合说了 我在旌旗在比赛 然后之后就会有 更多的女性说 哦 这可以说出来 或者第一次有 女性说 这个 这位男性对我性骚扰 对我造成很大的损害 然后她第一次很难 但在之后 就会有更多女性敢于说 这个男性性骚扰是错误的 我就是可以去跟 学校去说 或者是去诉讼 所以我的确觉得 就是当我们做出 就身边有更多的人 做出更加勇敢的举动 有这样子的形象在这儿的话 都会让这个 整个规则变得更好一些吧 好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羞耻 这个事情 就不光光是在女性身上 男性肯定也是受到 这种残留的 农耕社会 父权之解构下的 很多困扰的 男孩子也会被羞耻过 你哭什么哭 你这个怂包之类的 这种话也是一种羞辱 所以我鼓励 男性跟女性 都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哪些羞耻 其实是不应该 施加到我们的身上 然后我们也有 哪些方法可以去面对它 去反抗它 然后改变掉这个 不正常的社会规则 那就欢迎大家来评论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也要感谢 酷型卫生巾皮类开创者 苏菲早安酷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所有在本期节目 参与互动的听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 由苏菲送出的 早安日安心酷体验装 让你在生理期的白天 能够不脱外酷 轻松换 我们将在评论区 抽取十位听友 送出这份福利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